哈喽 哈喽 穿我妈咪的衣服 今天是2023年11月1号咯 星期三水曜日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穿妈妈的衣服 全套都是妈妈的 其实妈妈的衣服如果挂在衣橱里面 还是衣橱在展示 那我就在想怎么办呢 媳妇们她们都有各自的style 那只有我来穿 那我发现我还是比我妈妈胖耶 因为我块头比她大 那我就看照片 她就戴过这一顶帽子 跟着我去看画展 所以我今天就在想 我今天能够做哪一件事情呢 早上我就听书 我喜欢的psychology 还有一些别人的讲话 然后我自己也po了有画的作品 到我的脸书 脸书是一个很好写日记的地方 那只是我们这个世代 应该是冲流量的时候 那我也没办法 台湾人口少 那我现在要谢谢 谢谢我的剪头发的 就在我们家附近 然后一百块又快又好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谁啊 白嘉丽她的发型 我就送给她这个传讯 我就说欸她的发型我也适合 但是再仔细再看一下说 嗯你剪的比她还好看 哈哈哈 人家要发几千块 带我就是可以很简单的就漂亮起来 那我也没什么对服装的制装费 其实我妈妈妈咪她都特别的有她的美感 所以她的衣服料子都是亲自去挑的去选 然后有裁缝师帮她做 那所以我只要不要胖 我这一辈子应该算起来吃穿不用愁 最重要就是不要打仗 好秋天到了 我们来弹钢琴逗琴玩一玩 那我早餐跟中餐就要一起吃 我现在在等电锅 咚跳上去的声音 对好我一定要快乐 每天就是妈妈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 对他们没有跟我们要求什么 呀全部都是带妈妈的 如果不带的话谁带 当然是由我带的 我接收了 我接收好多了 好再来慢慢整理吧 有些我真的用不到的 我慢慢我会把它PO网 如果有需要的人 那再看配合时间可以的话 也可以送给需要的人 我电话过我的同学 他们在创世基金会等等 现在大家物资都太多了 连孤儿他们都比我更多的物资 所以我的同学就跟我讲 现在都不需要物资 大家都需要这个 这很伤脑筋 这是我最不会的 但是还好 为什么 因为我的日子里面 在简朴跟妈妈的训练之下 我觉得我还能够继续去旅行 这是我未来的目标 然后我也需要我这样子的正能量 能够继续更相同理念的人 到我的身边来 那我们现在剩下一点点时间 就谈秋缠好了 五分钟一节 在简术里面 已经有一天 是人可以全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